一桶油漆才多少钱 说半桶油漆都用不了 这170个表盘就刷出来了 万表刘行李 康康也给李 大家好 我是刘行李 那我就不用介绍了啊 康老师 康老师呢 他有很多身份啊 他一个身份是叫空中飞人 也就是说非常忙的啊 今天我们把康老师请来呢 就想请他聊聊 最近表圈里的一些八卦 本来吧 《通灵卧室》结束以后 我觉得今年这个八卦就差不多了 然后结果呢 就是临近年底的时候 这个八卦有点停不住 因为今年Only Watch的时候 说实在的有一点点 不是那么热烈 因为从数值上来讲呢 就是今年所有的这个派品的 总的拍卖成交额 加起来比不上两年前 百大菲林6300A创记录的 那一支表的这个拍卖的记录 因为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百大菲林参拍的不是一个表 而是一个台中 也体现出来就是大众对于手表和对于中类的产品之间 这个热爱的程度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个就有差别 以为这就是今年世界表台最大 中国市场卖 它仅在提福尼北美的四家专卖店 针对大客人才有资格卖 它是一个专属的市场的这么一个表款 而且这个表限量的数也不多嘛 才这个170支 但是富一斯的这个被表迷们称之为PPT的这支表 就是百大菲林加提福尼新年合作170周年的1号的这支表 它还有20%的佣金 算让佣金这支表的成交超过了4000万人民币 Going once Going twice Sold 5 million350 thousand 于是表内最大的瓜就出现了 稍等一下 就刚才你提到一个缩写PPT 我们之前聊过吗 它是指的是 就是现在这支表的外号 就是很多人说它是一个不锈钢的 一个普通的运动表 怎么一下就能贵到如此之离谱 因为以往成交在4000万左右的百大菲林 基本上都是超级复杂的款式 都是有一堆功能的款式 5711的这支Tifony 就是表盘的颜色变了一变 很多人又笑谈说 一桶油漆才多少钱 说半桶油漆都用不了 这170个表盘就刷出来了 你看康老师讲这么热闹 大家别闲着 一键三连 后边还有好多精彩内容呢 虽然历史上 百大菲林初与Tifony 合作的双标的表款 自古有之 在整个收藏的门类中 它是一类 但是因为这次这个表款 是在鹦鹉螺中最火的5711上进行的改变 我打断你啊 康老师 你刚才说这个北美市场这个事 Tifony来按PPT也好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说鹦鹉螺在百大菲林是停产了 但是呢像这个Tifony这么大 这么实力的品牌啊 是不是有可能他去找这个百大菲林 去又单给自己做了一批 以至于这些什么拍卖啊 限量啊 发售啊 包括这个通讯啊 就传播啊 都是Tifony在搞的 所以我也觉得有这种可能 而且还要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 这次Tifony的最强势的 这次联名的合作 是Tifony进入鹿威明轩集团 LVMH之后 做的第一次大手笔的市场的战略 而且在这支表 背面的这个特别版的卷字上 可以找到极其细微的LVMH 这四个字母 就是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Tifony 而是进入鹿威明轩集团的Tifony 这是一个细节 而且江湖这个种种传言 就是拍了四千多万的那支第一号 现在就在LVMH集团的 持有人的邵东家的手上 这样啊 这样的话 很多事情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为什么 比如说您作为业界资深的媒体人 没有接到过百大菲利的这个新闻稿 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呢 可能就很好能解释这个现象了吧 它是一个就是两家的合作的 相当于是经销商层面的一个行为 不是代表这个品牌的行为 因为实际上百大菲利近百年来 与这个全球最顶尖的这个经销商特别版本的表有很多 只不过就是这次的事件被好像无限的放大 就有点像一颗清淡似的 一切跟枝羹鸟蛋蓝的颜色相近的东西 仿佛都瞬间提高了身价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百大菲利跟Tiffany的合作 带火了这批限量表 而连带带火的是劳力士的一款去年出的常规的表款 因为去年劳力士出彩盘的标准豪式行动的表款的时候 大家只是戏称说这是葫芦娃系列 当时也有人说这个浅蓝色的颜色 很接近于Tiffany的这个蓝色 因为大家苦苦的隔着大洋 然后找不到流通版的这169个Tiffany蓝的英姆罗 于是就把劳力士淡蓝色的那只基本款的豪式 就意想不到的给带火了 对 劳力士这个蓝是20年出的 这个表当时出的时候 大家是呼声还可以 刚才你说这个表 那些多彩的那些系列叫什么 葫芦娃 葫芦娃对 葫芦娃里中的这个 比如说Tiffany蓝 或者当时我们叫绿松石这个蓝 你当时有没有决心拿下 如果你拿下了 那就应了康老师说那句话 现在市场行情已经翻了好几倍了 但如果你没有 那么就不要有这种念头 所以呢还是给 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这个表款 看看日后会发生什么 关于业界的八卦 今天就只能先说到这里 因为时间不够了 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